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呢 我们要等到什么了 我们在使用或者耗用它的时候 需要把它变成费用 比较常见的有像房租啊 保险费啊 广告费啊 办公用品啊等等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你像这个例子里面 光明公司它在12月1号的时候 买了两年的保险 为它的办公楼买了两年的保险 合起来是24000块 这个钱已经付出去了 所以在12月1号的时候 我们在做一个会计记录 对这笔经济交易做记录的时候 是怎么记的呢 那你看到 资金的使用结果是什么 资金的使用结果就是你拿到的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是什么样的 保险公司要给你这个服务 未来两年给你提供这个保险的服务 这是你预付的 那你这个服务享受了没有 还没有在今天还没有 所以资金使用结果借预付账款 保险费2万4000 那资金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呢 是由谁提供的呢 是由企业内部的资源提供的 用银行存款提供的 带银行存款2万4000 这是怎么样 这是在你买保险的时候 这么一种情形 但是你想过了一个月 到了12月底 那你会发现什么样呢 公司这个办公楼也没有出事 也没有去找保险公司理赔 或者出什么样的这种状况 但是呢 这一个月过去了 这一个月过去到了月底的时候 到了年底的时候 那意味着什么 你这个保险的服务 你已经享用了 一个月了 享用到一个月 那意味着什么样呢 意味着你当时预付的这些账款 形成的资产已经被你怎么样 被你消耗了一个月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在年底或者月底的时候 要做一个调整的情况 就是把资产的耗用的情形呢 来给他估计 给他转作为你的费用 由于这个楼 这个办公楼是你管理用的 那保险费呢 也是为了这个楼服务的 所以呢 这项资金的使用结果 就是你怎么样 你有了一项费用 借管理费用 金额是多少呢 以24个月合计是24,000 那一个月就是怎么样 1000块 那资金的来源是由谁提供的 是由企业内部的资产 提供的预付账款 保险费1000块 那这是预付的 款项的一种情形 那刚才这种情形啊 涉及到的是这种服务多 服务啊 都是以服务的情况出现的 那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 你像水啊 水电啊等等 这些都可能会存现 你预先付款的情况 那在预付款项的情况里面 还有第二大类 第二大类呢 是比较特别 比较特别是什么呀 就是你预付的这款项 形成的是什么呀 形成的是一项长期的资产 比如说固定资产 但是固定资产呢 它能够使用的寿命比较长了 像汽车 房屋 机器设备等等 使用的寿命比较长 但是你会发现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它有没有损耗啊 有没有耗用啊 有的 但是这种损耗和耗用需要我们怎么样 需要我们来估计它 需要我们通过计算折旧的方式来实现费用的配备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这个折旧啊 折旧是一个分配的概念 它不是一个估值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这折旧只是我们会计上人为的用了一种方法 把它这项长期的资产啊 这个代价在一定时期内进行一个分配 实现费用化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你折旧 你这个这个时期折旧了一万块 并不代表着这项固定资产这个车的价值就减少了一万 不代表这个含义 只是代表的是什么样子 只是代表了啊 这个车我们 会计上分配认为在这个期间消耗了一万块钱 那它并不代表着它价值少了一万块钱 这个呢是一定要注意的 折旧它不是一个估值的概念 那依据你固定资产的使用方 你可以是生产用的 还是管理用的 还是销售用的呢 我们估计这种损耗 折旧呢 对应呢 我们会分别把它放到哪了 放到制造费用里面 销售费用里面 管理费用里面 或者研发支出等等 各种各样的账户里面 我们看看例子 那这个企业 它在12月1号的时候 用银行充款买了一台车床 车床呢 60万 可以用成了5年 那你注意 在12月1号的时候 你买到这台设备的时候 那你注意 这个资金的使用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是你有一台车床 固定资产里面车床 同时呢 你资金的来源 是由谁提供的呢 是你企业内部的资金 内部的资源提供的 银行充款60万提供的 所以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同时在固定资产车床的借房 有60万 同时银行充款的贷房 也有60万 那到了12月底 你的车床 可能用了 也可能没用 但是你注意 那意味着你即使放在哪 这个车床也是有损耗的 这种损耗我们怎么估计呢 那我们就很简单 用一种最简单的直线的 平均的一种估计的办法 你不是可以用5年吗 那你现在值60万 那一年就可以分配怎么样 可以分配12万 那每个月呢 就是1万块 所以到了12月底的时候 那我们来看 这个车床呢 它的损耗损耗了1万 那这1万就要把它从资产里面变成费用 由于是车床 所以在这一项调整的会计记录里面呢 就要寄借制造费用 1万块 同时资金的来源提供方呢 是我们用了一个叫累计折旧的 这么一个账户 车床给了它1万 那这样调整出来了 那这个例子就相当于是我们要把什么 把资产里面的一些损耗 给它变成费用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 尤其对于这些长期的资产 也就意味着你在过去的 也很久以前的某一个时点 你先付了钱拿到的这个东西 但是你在它使用寿命过程当中 不断的消耗它 使用它 那这是对于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有这种问题 那么同样的像无形资产 这种长期的资产 也有类似的问题 也就意味着你像一些商标权啊 专利权啊等等 它也有一个使用寿命期 在这个使用寿命期里面 你用了它也会存在它这个损耗 或怎么样来估计的问题 我们用摊销的这种方式 把无形资产在使用寿命期间 它进行一个摊销 那这么一个例子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家企业呢 向外面买了一项商标权 花了多少钱了 花了六千万 钱已经付了 这个商标权呢 还可以有用十年 用十年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当他买这项商标的时候 资金使用结果是 是他有了一项无形资产 借无形资产 商标权六千万 同时资金来源是由银行存款提供的 贷银行存款六千万 那这是怎么样 这是在他当时买的时候 但你想这个商标可以怎么样 你就有了这个商标权以后 你就可以用了吧 你可以在你的产品上打上这个标 你可以去各个地方做广告 也可以用这个商标 对不对 那一年下来 有损耗吧 那这个损耗 我们到年底的时候要做估计 你六千万十年 那我们估计一下 平均一年会损耗怎么样 六百万 估计的呢 这个摊销呢 这个六百万 那就是作为调整账项的一部分 资金使用结果是什么 是费用 管理费用 借管理费用 代方呢 是与累计折旧类似的 我们给他一个累计摊销 六百万 那这是预付的一些款项啊 那这种预付的款项呢 很多时候是关于服务的 也有关于到长期资产的 原来买的 但是你在使用了以后 就要把这些资产 要给他转到哪里呢 转到费用里面 在调整账项里面 会涉及到第二类 像预收的款项 很多时候呢 像企业会预收一些 客户的一些账款 那收到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把它作为什么 作为负债来考虑的 因为我们还要等 未来某一个时点 我们要给客户提供商品 或者提供劳务 那我们看这个理事 你像12月1号的时候 公司收到客户付的 三个月的房租 六万块钱 那 这个房租呢 要租三个月 是从12月开始的 那就是我们拿到钱的时候 12月1号拿到钱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是银行存款 资金的使用结果 借银行存款 六万 同时呢 资金的来源 来源于谁呢 来源于客户 客户这是 企业外部的债券人 提供的六万 是贷 预收账款 六万 那这是在12月1号的时候 那到了12月底 那这个客户有没有用这个 在过去这一个月 客户有没有用这个房子呢 用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在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要做一个调整的分路 调整分路呢 是要来怎么样 要把客户用了这一个月的这个房子 这个活动呢 我们要计为或者确认为 企业12月份的一个收入 那这个时候 确认收入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来记录呢 可能就是说 资金的使用结果 借是什么 是对客户的义务 有一部分的清偿 那清偿的多少呢 清偿的三分之一 两万 就是在借预收账款 两万 同时资金的来源是由怎么样 是由收入提供的 带主营业务收入两万 那这是对于预收款项里面 我们来记录变为收入过程呢 是从什么样 是从原来收到钱的时候的这个负债 给它到这一点服务完成了 商品已经给了 在这个时候变成收入 这从负债转变为收入 在这个时候变成收入 这个时候变成收入 是由预测的 带主营业务 带主营业务